人造卫星股原有两只,佳在1996年上市,亚洲卫星,圆1135,的母企是中信267,母企2015年提斯有化,失败,四年后再提斯有化,成功,市场只如亚太卫星1045,亦不妨憧憬斯有化,一亚为股价曾经疯狂,1996年挂牌初期六圆, 1998年八圆,2008年金融海啸时低建0.21圆,10年大赦97%,2015年9.83圆,7年低位回升46倍,现价2.39圆,市值22.2亿元,三大股东共持有64.33%权益 2.亚为最新卫星亚太陆D卫星,去年7月成功发射,现时载轨卫星服务覆盖亚洲,澳洲,中东,非洲,欧洲,太平洋地区,服务地区人口超过全球人口75%以上 3.2020年,亚为受疫情影响,营收9.89亿元,跌16%,顺利2.31亿元,大跌36% 4.往职P10.9倍,今年业务服务,又有新卫星投入服务,预测P有望回落至8倍以下 4.去年底,每股NF6.4元,PB紧0.37倍,较6年平均0.77倍折让与一半 5.2020年全年股息22.5仙,末期19仙 盈利到退股息反增13%,高息9.4厘,公司持淨现金12.9亿元,每股1.39元,估计盈会派发高息,六亚为PB超残,现金多,是施有化有因,亚洲卫星两年前施有化,作价PB10.1倍,施有化前亦属高息股,亚为现价2.39元,目标PB0.1倍, 2.62倍,照六年平均打8折,可见4.02元,潜在升幅68%,私有化药成真,PB建1倍以上,股价建6.4元以上,满星发大财,同场嘉莹,蒙牛与业2319上周四晚宣布去年小赚14%,上周五股价反升5%, 往职P42.7倍,彭博终合预测今年29倍,澳优与业1717本月16日晚宣布末职,去年赚10.04亿元人币,增14%,股价反由职前12.26元在8个交易日内跌至10.44元,跌幅15%,彭博终合预测今年赚12.93亿元人币, 增幅24%,预测P11.6倍,较六年平均22倍折让近一半,较蒙牛折让六成,澳优2016年,赚2.13亿元人币,至去年,赚10.04亿元人币, 盈利年年增长,四年内每年复合增长高达47%,职优影响高估值,目标P18倍,可见16.2元,现价上车可赚55%,华兴资本看21元,广发证券看16.76元,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